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弄好久 弄好久 对 那这个中期选举结束呢 其实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这个事就结束了 只不过是一个暂停 另外一个事又是新的开始 那我们可以就来看一下 这次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或者是预测一下 就是说这个这次中期选举之后的重点 那就是2024大选了 对吧 这个事忙活完了 我们接下来就是为期两年的 一直到2024的这个大选期间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在共和党内 现在有两个非常有影响力 而且声望非常高的两个人 一个就是福州的州长 Ron DeSantis 还有一个就是川普 那这两个人都是现在群众来讲 呼声是非常高的 在共和党里面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视频 我觉得蛮好笑 就是川普很爱骂人 对 他说DeSantis是DeSantis Monies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but we have the best poll numbers where are they are they putting them up on the screen i think so put them up look yeah we're putting them up we're winning we're winning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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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for the nomination like nobody's ever seen before Let'set see There it is Trump at 71 Ron DeSantis Monies at 10% Mike Pence at 70 Mike's still better than I thought 什么意思呢这个词 Jr.对啊 呃就是假冒偽善的意思 就是好像 它有个moral high ground 有个道德层面很高 然后但是他做一套做一套 基本上就是伪君子的意思啊 display 这其实是一个 大家有可能会早就觉得说 应该会发生的事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根本就没有人说要参选总统 而且还有两年的时间 川普不常攻击别人 他只是反击而已 就是别人骂他 然后他就骂回去这个样子 但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川普 主动的开始挑起一个纷争的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Ron DeSantis没有骂他 但是他先向人家开炮 然后不知道具体原因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对 那或许他可能知道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他会这样讲 I don't know 对那这样看来的话 就是我们不难看到说 在2024大选之前 就是未来这两年的走向说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非常有可能 从共和党内部就开始分裂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保守派最大的弱点 而且是一直有的弱点 就是互相攻击 你很难说达到一个说 我们在某层面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我们先完成大使命 对吧 别的事我们先抛下不说 但是其实在共和党内部 很难达到这样的 你抛举川普不说 别人也都是一样 对 所以就是说 左派不太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基本上就是一心一意 人家就冲着那个目标去走 但是共和党内部总会有这种 互相攻击 还有难以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你不用说就是政治层面了 就包括我们在我们下面的评论区 就是很多爱国者互相捅刀的那一种 像说Larry Elder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捅他刀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只为了说 另外一个候选人比较好 我们还有看过一个姐妹 我们在问到说 Jack Hibbs怎样 然后他支持Larry Elder 然后结果那个姐妹就说 我觉得Jack Hibbs是个很烂的牧师 然后他对他 我觉得太多人对他偶像崇拜 只是因为Jack Hibbs找Larry Elder 去他的那个教会 Cavary Chapel演讲 就只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右派的人 保守派的人 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指控其他的人 然后去做这样子的攻击 那我们再回到说共和党 说这个共和党内部 它会产生分裂的原因 其实你也不难猜到 就是未来一定会产生 两种不同的声音 因为2024 它就是总统的选举 那在共和党里面呢 这两个人都是很强啊 这个Ron DeSantis 算是后面起来的 一个后起之旧吧 那你不难预测到 说这两种声音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不然就是 说支持川普来当总统 要不然就是支持Ron DeSantis 来当2024的总统 而且现在 你如果说各位去看的话 大部分的保守派的媒体 会开始往Ron DeSantis的方向去走 因为这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媒体也不喜欢川普 Fox News 还有像Tucker Carlson 那个时候 在选举的那个时候 他其实他也是某层面上 就是说虽然有选举舞弊 但是川普其实怎样怎样怎样 那Ted Cruz在他们辩论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攻击川普 所以说接下来 各位可能会看到的事情 就是很多保守派的媒体 会往Ron DeSantis那个方向 因为Ron DeSantis相对下来 他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人选 然后是比较不会出什么事情的人选 很多人会说就是 他是川普2.0 就是川普第二代 然后就是一个川普 有川普的policy 有川普的个性 但是没有川普那个 在推特上面跟别人吵架 没有川普这么没有礼貌 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觉得说 Ron DeSantis会比较好 因为觉得说他又正直 然后又是基督族 但他办事又比较小心解慎 那川普呢 其实欠缺的就是说话这一方面 很多人是这样的认为 但是其实我们不会认为说 Ron DeSantis是比川普好的人选 为什么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信任川普 就是你如果从信任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对Ron DeSantis的了解不够多 就是我们会看到说 他现在做出了这些决定 其实并不是很难做出来的决定 你明白吗 你说儿童变性这个东西 有几个正常人会支持 是因为现在左派搞出了太极端的东西 所以他可以很轻松的 就说我来立一个法 就是来阻止儿童变性这些东西 其实他做的事当然是好事 但是非常容易做决定的好事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认为他做的这样一个东西 是有多难度或者什么 但是川普他当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level 他当时做出来的是一个革命性的 是一个改革性的东西 而不是说只是从道德层面来做出一个正确 或者是错误的判断 对啊 因为川普是打破所有体制 他是不受任何政治力量控制的一个人 我打个比方啊 像说Roe v. Wade这个东西 罗素韦德 对 之前共和党是不太敢碰这个议题的 没有人敢说我们就是要出来反对堕胎 共和党保守派那时候也是讲说 呀堕胎是个很不好的事情 尽量很少 但是要合法然后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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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爱被问得到的东西就是 那被抢奸了怎么办 被怎样怎样 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说话啦 对 那川普是就是出来就说 我们就是要停止落胎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要保守派的法官 推翻Roe v. Wade这个法官 放到Supreme Court里面 那他就真的去做到这个样子了 他是一个敢点破事实的一个人 那各位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在2016的时候川普出来之前 共和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对不对 Jet Bush小布希的弟弟 他说我们美军要强大 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欧洲的盟友亚洲的盟友 然后美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很多移民 然后可以来追求美国梦来脱离贫困 对于原本的共和党来讲 美国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还有经济的避风港而已 但是只有川普说的不一样 只有川普说我们被利用了 被全世界剥削了 是川普让美国决心 是川普让保守派知道说 我们在保守什么东西 所以其实共和党他原来在的这样一个路线 其实就是一个平安稳妥的路线 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有问题吗有问题 点破吗不点破 就是只要你当官我当官 咱们都挣钱老百姓基本上都高兴 然后我们跟左派小打小闹一下 你说经济的方面我不同意 我不支持我什么什么的 其实没有真正的触碰到特别痛点的问题 或者是本来美国就存在的 但是应该被揭露 但是没有被揭露的事情 就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堕台 没人敢说谁敢说 哪怕到现在你一说堕台 你想想就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 多少人就是因为堕台这个事情 被冒犯然后被得罪生多大的气 包括像我们频道下面还是有很多人 我估计可能留言的并不是基督徒 那当然我们也曾经有个基督徒的 这个好像还是很爱主的基督徒 就说那那个什么强奸乱伦 就什么一定可以堕台呀 什么什么的 就是这样说 所以就是说在美国来讲以后 这个其实是可以引起社会非常大冲突的东西 对 所以就是没有人敢说 哪怕这个事是对的也没有人敢说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哦这个事调的有点太大了 没有必要 就是为什么要讲 但是川普他知道什么东西重要 什么东西不重要 你是觉得说 我们继续维护我们党这平安稳妥 这种比较重要 还是说你真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川普不是属于共和党的体系 建制派的一个体系的一个人 所以说他当上总统了之后 共和党也在攻击他 民主党也在攻击他 大家都在攻击他 他是整个美国华盛顿的这个 swamp沼泽的一个敌人 他做的事情很多包括退出TPP TPP就是一个那时候欧巴马建设出来说 要跟中国附近的所有国家一起联合 然后呢打击中国的这个生产力的这个经济政策 结果川普一看就是这个根本不合理 美国根本就是纯粹在赔钱 我们只是在把美国的生意全部往外丢而已 然后让美国经济更差 我们直接退出这个东西 川普直接跟欧洲那些盟友讲说 你们要付钱OK我们美军在那个地方的话 你们就是要开始付钱了 国防不是免费的嘛 对不对没有任何东西是免费的 我们保护你你就要给我们钱 然后还有对日本也是这个样子讲 跟墨西哥那时候共和党是讲说 我们这个我们要跟邻居好好相处 墨西哥的移民来啊 然后什么我们要开放啊什么什么 但是要合法啊什么什么 川普是直接说我就是要盖一道墙 那时候美国的共和党哪一个人敢说这种话 美国共和党就是一个一群很软弱 然后什么都不敢做的一个党 等于说跟加州现在的共和党一样的党 也就是说共和党的建制派 他们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像是我们Mit Romney啊 之前Ted Cruz也是这个样子 他们是希望可以回到川普之前的那样子的共和党 就跟你说的一样就是 偶尔跟民主党吵吵架啊 但是我当官你当官然后呢人民的纳税钱我们大家分的那种概念 对就是没有什么所谓真正的为什么真理奋斗的这种事情了 那种真正触碰到这些问题 他们才没有人想要提 没有人想要搞那个烂摊的 就你好我好大家好是这样 所以说川普真的就是他们可以看出来的一个敌人 等于说美国的政治体系的敌人是谁 对他们来讲就是川普 所以呢像川普出现之前的共和党 其实他们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 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讲过 他们都是以自己的党派为目的的 很多我们出了之前那期节目之后 还有朋友跑来那个跟我们说 就是说不对啊 共和党就是最棒的党啊 就是说他们才不是为了什么自己党派的目的 不要那么天真啊 都是为了利益 都是为了党派的利益和目的而已 这个跟民主党来讲没有任何的区别 为什么你现在会觉得说共和党好像特别正义 因为民主党走的太偏了 那我们再看回来那个Ron DeSantis啊 就是说我们说未来的这个走向 很有可能说所有的这个媒体啊 包括共和党内部都去非常追捧Ron DeSantis这个人 那你如果看来的话 Ron DeSantis他极确是一个还不错的人选 因为他又年轻对不对 而且他又很有魄力 而且你知道最重要是他把川普那个手势给学会了 你说话也是这样 对而且就是左派很多也是攻击他 但他也是在做正确的事情啊 他有立那些法呀 他对这些都很棒都很好 但是要明白就是他跟川普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他是一个职业政客 像我们之前有采访过这个Mitch Clements Mitch Clements他就说什么呢 人民最不会想要的就是职业政客 对 因为职业政客他拿这件事当做他的一个职业嘛 那你说你的你对你职业或者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每个人工作目的都是一样 就是为了赚钱那如果你把政治这个东西当成是你的职业的话 那你的第一优先不可能是为了人民 你的第一优先绝对是你要保住你这个饭碗 而且你要持续的挣钱 那如果要是有这个东西当做你的目标跟第一优先的话 这个东西如果在第一优先 这个其实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他如果要往上升的话 共和党里面他如果人气要变更多的话 他就是要跟原本的建制派合作 那共和党本来就不喜欢川普 本来不喜欢川普这些人就会开始去鼓舞Round dissenters 就是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个东西 someone need to stop ok够了就是够了 很多人还说什么要disbandFBI或是什么之类的 那FBI defund了之后 那这些钱从中里面捞的这些油水谁要分 对不对我们怎么办 所以说Round dissenters会有很多的盟友 会是想要去利用他来攻击川普的 现在那个参议院少数党的这个党主席 Mitch McConnell 还有Mid Romney 然后之前Ted Cruz 大家在跟川普辩论的时候 他也是一直不断的攻击川普 所以说很多的人会是去Round dissenters旁边在那边摇耳朵 跟他说 你起来去做这个东西 川普已经过去了 你要起来 现在是你的时代 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那他为了要得到更高的位置 或是更快得到更高的位置的话 他就会去跟这样子的人合作 然后他或许还会跟左派合作 就讲说 我们都是可以在这 我们大概都是为了人民好 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都只是为了他们好而已 那川普跟他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川普不受控 他已经有钱了 他已经有名气了 包括这次从中西选举里面看来 就是说你真的如果想要搞政治的话 你不跟这些人打交道是不可能的 你不去讨好这些人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不然这样的话 你就会是一个边缘人 就像如果你真的什么资源都没有 然后你还想要从政 就你别说像华盛顿那么大的地方 你就说像我们地方在加州里面 你这个加州立法院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这种东西 你都必须是有资源 你才可以帮你坐下来一个 然后你才可以去干嘛干嘛的 不然你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经验 然后没有任何门道 你这样的人去采选是难上加难的 所以基本上你的那个名望什么也不会有 然后什么什么也不会有 所以你说像Ron DeSantis 他会不会去走这条路 他会不会去跟那些人打交道 他必须要去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看他到底要怎么选择 或者是他自己把他的底线设置在哪里 那这个就很难说 因为说实话 我们对他的了解都不够多 川普性格很真 你可以看到他说那些话 然后做那些事 但是Ron DeSantis 是比他更加会去隐藏自己的一个人 有臣服的一个人 对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他表现出来的样子 那他目前为止做的是不是好事 是好事 但是更多的了解我们还是不知道 但我们现在要明白的就是 我们可以回忆嘛 对吧 就是为什么人会觉醒 很多很多人呢 像上次我们去采访那个苏佑也是 他说你要记得人民觉醒 还有教会觉醒是什么时候 是从2016年开始 2016年什么意思 他说的就是川普嘛 所以你要明白的是 就是谁起来告诉我们说 这个体制是不对的 这个东西是谁开启的 然后整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运动是谁开启的 然后开启了之后 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其实 共和党是想要拆毁 川普已经凝聚起来的保守派的力量 我们很多时候做节目 我们说价值观很重要 但是共和党其实他们不认为价值观重要 对 但是川普他 号召起来的这个活动 是让人们意识到价值观的重要性 但是其实对于 共和党派来讲 他们并不认为 价值观是什么一个重要的东西 他们其实想要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所以他们是想要拆毁这样一个 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一出闹剧的这种保守派的价值观的力量 我们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遇到有共和党的人就说 基督教价值观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是为了要控制更好的控制人民 他真的是用控制control这个字 来去形容他们要对人民做什么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共和党这几年真的就是被 好像被川普牵着鼻子走的概念 因为所有的人看到有一个人 他愿意出来这个样子说 你们这些政客做的真的是很差 共和党里面的政客 Mitch McConnell这样就指着里面的讲 然后指出共和党里面的问题 然后还有指着左派说 你们就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神经病 你们就是想要把我们的家庭摧毁 你想要就是共产党 之前共和党是不敢这个样子去弄 之前就是说OK我们大家和气 你能得到一些好处 我能得到一些好处 美国今天会变成两极化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川普 我们会为了正确的价值观而奋斗 会有这么多的祷告的人 基督徒起来祷告 就是因为有川普这个样子的人说 你可以做你自己 你可以去为了你的信仰而奋斗 你可以为了正义而奋斗 你可以去做很多圣经上面认为对的事情 川普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被两党这样子攻击了七年 包括FBI抄他家 Mike Lendale只是 有卖枕头的枕头哥 对 什么都没有做 他只是说川普的选举有舞弊 这个样子 Time Magazine上面都已经说 他们自己都说我们选举就是在舞弊 我们就是在作弊 然后结果Mike Lendale还找了这些数据出来 还有川普之前的那个律师 Ruli Giuliani 还有Sidney Powell 还有林伍德 就是整个只要你跟川普站在一起 你就一定会被攻击 那这些力量反而不太会波及到其他共和党的人 终极选举结束了 这只是一个逗号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的是 为2024的这个大选来做准备 那我们继续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要明白 就是谁才真正适合 美国现在的情况去当这样一个总统 我的看法是 Ron DeSantis还没有准备好 目前美国政治方向 我们就是要川普 因为他是带领整个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运动起来的 不是Ron DeSantis 我们也相信有一天 川普会找到接棒人 这样子的人会把川普一开始的事情继续做下去 然后真的是翻转这个世代的价值观 然后真的让想要翻转这个世代的价值观的人 有勇气继续做下去 可以合法继续做下去 不用再被 左派牵着鼻子走 川普是在整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整个保守派崛起的这个运动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支持川普 因为他就是把 大家长期以来 我们想说的话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一直没有勇气去说的话 他说出来了 然后他鼓励我们说 我们要跟他一起来翻转这个国家 而且接下来共和党如果想要成功的话 他们要做的就是团结 而不是分裂 不是要跑到Runday Sanders那边说 你比川普强 你要去弄掉他 其实不是 如果他们要是真的可以在一起很好的合作 这是很棒的事情 就是我们其实要的并不是更多分裂 分裂只会导致失败 就是这个样子 不会带来什么更好的结果 所以就是接下来呢 一定会有很多的主流媒体跟保守派媒体 会导向Runday Sanders 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能在美国做事的 还是得是川普 因为他经历过 他做了一任 他知道里面的问题都在哪里 而且他经过现在的沉淀 还有思考 他一定是有一些strategy 我相信 而且他不会再犯之前的错误 之前他就是 Mitchman刚有建议这个人 然后怎样 所以他身边一堆建制派的人 一堆建制派 他们那些的人 然后想要说 总统你就闭嘴就好了 OK 这东西让我做 他到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身边的人一个一个被他fire掉 为什么 因为跟他的理念完全不同 完全是照旧的共和党的方式去做 像The View里面那个女的 他就是原本在川普团队里面 也是别人介绍给他进去的 川普知道说这一次 他不应该再听共和党里面的建制派 而且他要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 不然清理华盛顿的沼泽是不可能的 他一定要亲自的去做 然后亲自的把自己相信的人放进去 不然那些人只是会跟左派一起去工作而已 所以川普知道这个样子的事情 但是Ron DeSantis不知道 而且Ron DeSantis还有可能 继续跟这样子的人合作 Mega Movement 我们不能就现在停住 我们不能其中选举就停住 我们不能停在 其中选举赢了 然后下一任我们就 选其他的人当总统 Mega Movement 我们如果要成功的话 我们要翻转这个世代价值观的话 这个运动是要继续延续的 而且能带领这个运动的 目前只有川普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你觉得 对你来说 你觉得川普跟Ron DeSantis 你会投票投给谁 然后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 这只是我们的看法 然后我们的看见 对 你觉得是怎么样子 好 那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珊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